首先当我们要去做视觉化分析的时候 你要先知道你有多少的栏位 但我们因为第一次开启这套软体 所以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Power BI这套软体的界面 首先可不可以看到它功能标签很少 就是档案常用插入 模型化检视说明也才六个 当然最重要的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绝对是常用 至于插入检视说明 其实你都可以比照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叫模型化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理解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常用底下有很多的功能图示 这些功能图示你都必须要了解 原则上应该都要去了解 那我会认为这里面是很棒的工具 就是插入的智慧描述 因为每次我都会希望就是说我们现在画了一张图 是不是就会要观察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现象 他就直接去解析这张图 但是机器都已经能够做到你就必须要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等一下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的 甚至他这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的我觉得都很棒都非常棒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就是说这左边三个功能 这三个功能我们稍后再让你去了解 但是你至少要知道报告在这里 报告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让你去画图 第二个是让你去看资料 很像Excel资料表 等一下 有看到吗 好 反正就很像那个Excel资料表 再接下来这个模型就跳过了 这边就是我们画图的地方 好 所以等一下你要这两个会切换 一个是报告 就是请你画图的地方 一个是看资料内容 好 就这个差别而已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边有筛选 有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简单说就画图 他这边提供了大概40种图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R跟Python 他虽然只画了40种 但是这40种我们可能都没办法全部在这两天讲完 那接下来这个叫栏位 这个叫栏位 本来没有取得资料的时候栏位是说起来 这叫智慧 这样懂吗 当我们今天取得资料之后 他的栏位会直接展开给我们看 好 那我们刚刚我们刚刚快速的复习一下 这边是功能 功能区 然后这是我们画图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 还有栏位 筛选 因为你现在都还没有画任何的图 所以不用做筛选控制 好 所以他就说起来了 对 BUN BUN BUN